母妃,您去休息一下吧 你来做什么 这里到处都是血迹,污秽不堪 你快出去 这是女人的事情,不必你们男人插手 你们只要在外面等待结果就好 母妃不必担心 我来这里的事情已经跟父皇说过 父皇准许了 母妃,你还是休息一下吧 这里有我就好 母妃,让王爷留下吧 我看见王爷 便感觉身体多了许多的力气 你在一旁看着就好 千万不要伸手触碰 女人小产是一件很晦气的事情 会影响气韵的 儿臣知道了 您快去休息吧 靖妃这才转身走到外面 去找御医询问情况去了 多谢王爷来探望月儿 月儿知道自己 最近一段时间做了不少错事 让王爷对月儿失望了 等这次的事情过去之后 月儿一定痛改前妃 改掉所有的坏习惯 王爷可还会宠着月儿 楚寒魔光深沉地盯着上官月 一语不发 上官月被看得心里发毛 浑身不适 本王看见 谢瑶并未推你 王爷 事情并非你想的那样 王妃他 本王当时就在旁边 清楚地看见是你拉着谢瑶 然后主动松手才会跌倒在地 上官月闻言 只感觉心顿时凉了半截 再加上看到楚寒冷漠的表情 整个心彻底凉透 楚寒已经确信 是他在陷害泄谣了 顿时 所有的委屈涌上心头 哭了起来 看见上官月痛哭 楚寒眸子闪了闪 刚要开口 静飞忽然从外面闯了进来 母飞 发生了何事 御医要进行最后一次诊治 确定是否会消产 很快 御医们检查过后 互相对视了一眼 朝着静飞和楚寒攻身 臣等 尽力了 静飞只感觉晴空霹雳一般 再过数月就能看到的孙子 难道就这么没了 楚寒立刻上前扶助 母飞 不要急 谢瑶不是留下一枚药丸 说是能够保胎吗 是他推倒了上官月 害得上官月小产 他会那么好心 留下保胎的药 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小产 试一下又何妨 静飞仔细想了想 最终点头 去将韩王妃留下的药丸拿来 是 母 母飞 怎么了 是他害得儿媳小产 儿媳不想服用王妃的药 你不必担心 本宫会让人先仔细地检查 谢瑶的药丸 确定无物之后 才会给你服用 儿媳听母飞的 反正也是服药 大不了他先假意服下 然后再吐出来就是 一会儿服了药后 你就休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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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